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的賽馬集作 今天是2021年10月31日,星期日 拍片時間大約6時半左右 剛剛跑完10場的跑馬地日賽 自然又來到賽馬結果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些即時的賽事話題 經過了兩天的不太常規的賽事 星期三來的,今天就跑馬地日賽 賽果一定是爆了,因為比較少賽積一點 但同時也變回賽事的變化 大家殺開博彩來說 當然中就好玩,不中就不好玩 但在體上,大家可能看到的東西會比較多 這次所說的兩個話題 第一就是想說 經過今天的賽事之後 原來今春六十發覺他在這個國際賽 是有些對手 標題寫得誇張一些,有危機 什麼危機呢? 一會兒就跟大家說一下 事實上,因為過往都沒有什麼挑戰到他 今年應該會有 第二件事就是講一位騎士 我不開估了 我認為經過今天的賽事 他表現是出色的 出色的程度 比起星期三馬雅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覺得 我認為香港是怎麼說 香港是被香港擔誤了的國際級騎士 應該用這樣的說法 待會就跟大家說一下哪位騎士 當然我不是想趕他走 意思是覺得香港浪費了他 開始之前都簡單提一提大家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我的朋友 麻煩可以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鐘 真的更好 如果影片圖中有廣告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盡量看完它 謝謝 首先說回哪位騎士 什麼被香港賽馬擔誤了的國際級騎士 就是薛恩 他今天就贏了一場 贏了一隻又是紅的 薛恩今季原來沒什麼贏馬 搞一搞好像半忘記了這個騎士 只是在9月有一天連中四圓 吃了一局大四起之後 國慶就贏了那隻大超級王姐精心 然後到今天 贏了五大場 六場 加上今天就贏了六場 成績當然不算算好 事實上他由上季前季到今季都一直保持一般 有時候被人彈肺 但是偶爾也有些佳作 而今場贏馬也有些驚險 所謂的驚險就不是不斷被其他人迫上來 那裡有驚冒險而已 而是賽後有言訊 相信也是涉及於又是紅 因為又是紅 不斷有外閃 好像會不會影響到第二第三名 影響到那些第二第四名 大眾開心 行雲流水 但是最後好在言訊 告也不用告的 因為其實我們看直鏡也看到 譬如說薛恩 雖然說這隻馬是外閃 但是他也保持著打左手邊 變成了這隻馬自己閃 而且他的跑線已經確立了 後面那些馬在他後面一個馬威之後 所以他閃出去 就不能把責任放在他那裡 就叫做有驚無險 不要這麼慘 難得可以贏到一場馬 還是贏得這麼精彩 如果高掉了就太慘了 這場他贏得精彩的地方就是 第一這隻是冷滿 賽前也沒什麼人會看好他 當然這隻馬是有點斑底的 但是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跑出他的能力 比較失準的馬 而他這次用這個放頭的戰略 是握了後面的馬 去到轉彎再加一點速 令到其他馬 如夢初醒入直路的時候 想追也太遲 這個好像是薛恩的慣常技量 而記得其實上次 講到上季 跑馬的日賽 舌欣也有贏馬 不記得贏的那個是全賽 是成賽 跑法也是另類的 也是另類的 就是全程這隻馬走三疊 回來就贏了 最後可以韋達 應該是練法師韋達 讚這個舌欣發揮出色 如果有記錯就修正我 好像是希思 好像是韋達 無論如何那場他也是跑得好的 兩次菊草日賽 爺馬 表示什麼呢? 可以這麼說 剛好星期三 有全黎夜宴 今天又有跑馬地日賽 其實這兩種賽事編排 都不是常規的 常規就是 星期三跑馬地 日馬跑草田 草地 其實平時我們看得太多的 例如說 香港的馬場只有一個 兩個 賽事的演變沒有什麼變化 來來去去 尤其是沙田 大家一起步 就打算埋著 泊車 塞個好位 入直路打開 大家衝400米而已 沒有什麼變化 而澳洲跑馬 為什麼會洩因 會在香港浪費了他呢? 因為澳洲跑馬是很多馬場 和很多變化 就算說同一個馬場 不同的場地 當日的情況 也會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我舉個例子如何多變化呢? 譬如說澳洲跑馬跑1,000 都是來後上的 經常是後上馬贏1,000米 就不是說直路賽費明頓那些1,000 是說轉彎路程那些1,000 都是來後上的 為什麼會玩到這樣呢? 意思是跑1,000米 短途 跑那段爆炸力 那段爆炸力 放頭的馬 就是說你在早段用了爆炸力 於是就吃虧了一些早段流力 跑順了之後 在直路最後3,000米 才用它的爆炸力 就是澳洲的賽事 步速玩步速的模式 是可以先進到這樣的 而一般來說 比如說我們的概念就是 一般大騎士就是歐洲大師傅的厲害 英國、法國那些 但是我認為澳洲的騎士 就是表面看起來 奧拉斯好像沒那麼辣 但是澳洲騎士的步速 或者他們的沿途戰略 是比歐洲騎士好 譬如說薛恩這些騎士 其實他的戰略是很好 譬如說回代表作 就是打比 他贏第二 幸福掌聲 都是贏戰略而已 但是香港因為 死猴猴 跑馬地草地野馬 跑馬地草地野馬 通常都是放頭好 跟好位的好 跟今天那些日馬很不同 山田也是一樣 大家死猴猴 就是萬步速 鬥那300米 那麼薛恩這些講戰略 多變化的騎士 在這場下就是無用武之地 好像今天 賽事有些變化 跑馬地野菜 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來放 什麼時候來追 他這種跑法 臨場應變 就可以找到吃 所以我認為 你說薛恩在香港沒有成績 只不過就是因為 香港的賽事模式 未能夠盡情發揮薛恩的強項 情況就好像星期三馬牙 他比較善泥地的騎士 但是香港不是這麼多這種泥地賽 是一樣的 只能夠說 他繼續留在香港 可能都是為發展等等 但是其實他回到澳洲 會比較多些發揮 我覺得 第二件事 就說回今春六十 我懶去賣關子 說他今年國際賽有對手 我相信聰明一點的觀眾都猜到我 在說什麼馬 因為今天也有播出天秋 秋季天皇上 跑第三個放聲歡呼 如果他來香港應該會選擇跑一里 有可能來香港 而來香港可能會跑一里 如果他真的來香港跑一里 絕對是金槍六十最強的對手 過往其實金槍六十沒有什麼對外隊馬 大家回看 要不就對一些很普通的 就真的沒有對過放聲歡呼這些級數的外隊馬 而放聲歡呼的級數去到什麼呢 他的勝出率是很高的 就是說現在跑了十三次、十四次 贏了八次 其中有六個是谷溫 而今天其實他跑二仙 就有些叫做月程 本身他是一里馬 跑二仙是月程 而且他這次跑法是改變了 旺的馬都是喜歡跑後勁多一點 這次李慕華就突襲了 嘗試擺前 就是不同你那兩隻馬鬥後勁 不同你的鐵鳥霧天 樂透心鬥後勁 擺前走 回來效果都OK 即是怎麼跑都會輸的 現在事實證明 但是他跟前走回來沒有潰敗 還要是增了情 就是你的氣量可以捱到二千 如果放星歡呼來到香港李慕華跑 可以用這次天王想抽這種跑法的話 今春六十是很有危險的 今春六十他一定要留後跑 留到包尾 或者至少都六七位了 跑一來都是要這幾個 但是放星歡呼如果能夠前面擺到二三位 望空 入到直路 直路出了頭先 你兩隻馬鬥後勁 你金春六十真的未必能追到他那兩三個馬位 以及放星歡呼已經抬到牆去二千 證明他二千都可以 你叫他捱到一千六米擺前走 有什麼這麼難呢 甚至可能如果前面捕捉他放頭自己走都可以 到時你金春六十真的未必能追到他 還有逛金春六十的慣例也是這樣的 即是他每次贏少少 其實他本身的馬馬勝就是看著前面的馬來追 如果前面捕捉不行就沒所謂 但是前面捕捉一行 就算可能如果最後一百米真的有這個喘境出頭 他一慢車的話 就會被放星歡呼揮迫回頭 到時可能金春六十會輸 當然了 現在報名表上面是有放星歡呼的 有一點點可能性會跑二千 但如果真的來香港的話 跑一千六對金春六十的威脅很大 也可以說 全年世界馬彈一場極之觸目的賽事 如果真的兩隻馬對碰的話 如果以我來說 初步來看 我會投注落放星歡呼 最後也簡單提醒大家 小弟已經有會員的Patreon和YouTube會員頻道 也都新增了連費計劃 歡迎大家課金支持 除此之外 大家在我的影片下 給like、comment、share 或者買份雷神馬驚 我也會一樣感激大家 無需要課金都一樣可以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今期的閃馬田賽馬集作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